各位朋友,我現在在這個南京西路18巷這邊 那我今天呢就是比較早出門 沒錯,現在才4點36分 我已經到老地方的附近了 那目前系統還沒派單 那我看今天天氣滿悶熱的 但是天氣算好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順其自然吧 雖然說我這禮拜就是234 這三天啊 2345 這四天的這個燙獎是60燙 那意思就是說 嘿嘿 我呢需要拼 就是一天要拼出這個 沒有沒有2345 234 這三天啊 平均一天要拼出20燙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這個 最低的業績是20燙 但是看到現在這個天氣這樣的狀況 我是順其自然啦 因為有時候天氣太好 然後晚上會叫餐的人比較少 這樣 我之前的經驗啦 雖然說我的經驗常常被打破 嘿嘿 不過沒關係啊 反正就順其自然的接單 這樣子 反正就是低標20燙 把這個 就把這個燙獎把它拿到 不是燙獎 就是今天的低標20燙拿到 就可以這個下限回家了 這樣子 好 那麼 現在就去那邊 就大概 單來了 唉唷 77塊錢 為什麼 先把它 好啦 接起來 77塊 好多 三公里啊 可以啦可以啦 現在沒有單嗎 這個叫做怎麼樣呢 嘿嘿 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 啊 我的迷信也好啦 或是我這個傳說也好啦 反正我低單 不去 一定接 這樣 好啦 那我要去取餐啦 功夫消分面 好 剛在接這單的時候呢 就是在取這單餐的時候 又接到一單 啊 基本上呢 啊 我今天要拼燙刺啊 所以我看一下 覺得那個距離不誇張我就接了啦 哦 既然要拼燙刺數量 那就 盡量不挑單 盡量不挑單 除非真的太誇張 不過我才剛接 嘿嘿 然後就衝到 那個 美 美墨鮭魚 還把電源嚇一跳 他說這單 單才剛進你就已經到了 這樣 啊 蠻搞笑的 嘿嘿嘿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林生 林生北跟市民大道交叉口這邊 他剛剛就是把那兩單送完 因為其中一單在紹興北上面 其實還蠻近的 啊 所以 很快就送完了啦 那 現在時間蠻早 5點13分而已 那我的話 我的選擇齁 就是回到老地方 反正這裡離老地方也蠻近的 這樣 所以我就決定 就是 回老地方去 這樣 呦 這裡居然有狗狗訓練場 呵呵呵 好 那我現在就回老地方啦 超搞笑 居然在華音街旁邊的巷子裡面 有豬血章的那個梗 哈哈哈哈 真是超搞笑 這是豬血章梗 那有一定年紀的人 就知道這個梗 這樣子 啊 好 反正 前一陣子 就是蠻多這個梗 然後 然後 反正就是 豬血章什麼什麼的 然後貼的就是 到處都是這樣 然後後來就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偶爾我現在 在那個路邊 那個那個 譬如說像這種 啊 或是電線桿上面 看到豬血章的梗 我都覺得特別怎麼樣 覺得特別有趣 呵呵呵 就會想要拍一下 好啦 我現在在這個 呃 等單點齁 就挖在這邊 剛剛看到旁邊有兩位 那這邊有一位 這樣也在那邊等單 不過他們應該是接到單了 那走就好了這樣 呃 我剛去全家 去買了 兩個巧克力這樣 因為我今天 中午沒有吃飯 這樣 因為 呃 中午就是 說好說好 我有那個 慢性疾病 就天生有鼻炎的問題 那今天其實算是 有變天的嫌疑 所以那我的鼻炎大發作 鼻炎發作呢 就會有分程度 那我今天的程度 是吃不下東西 這樣 不過我剛出來跑一跑 就是跑了兩單之後 開始餓了 就先買個巧克力 先這個甜甜味 這樣子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這個 成德路跟長安東路交叉口這邊 就老地方旁邊 哇 今天很妙喔 我大概有多久了 呃 我有點忘記了 大概有多久 沒有碰到今天這樣狀況 我有將近 呃 看一下 二十多分鐘 快三十分鐘 沒有接到單 哦 不知道為什麼 呵呵呵 可能今天齁 這個 要不就叫餐比較少吧 要不就是今天 呃 這個 外送司機比較多 不過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剛去 精湛取餐的時候 停車場沒有很多人啊 有點怪 欸 單來了 我才靠北 一下 單就來了 單就來了 統一超商的精湛門市 好吧 我要去取餐了 好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長春路 齁 長春路跟這個 松江路交叉口齁 齁 就是長春路麥當勞的旁邊 這樣 現在是7點16分 呃 那我已經跑了十趟 沒有錯 剛剛 呵呵 剛剛這個 靠北系統完畢之後 馬上就來個無縫 加上不斷的夾單齁 啊 所以瞬間 其實也不能講瞬間啦 啊 就很快啊 就沖了十趟這樣 那 我給我自己的低標 今天是二十趟嘛 這樣 那 還差十趟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完成 因為已經7點16分了 啊 我有打算就是今天 跑到九點看看 跑到九點看看 能不能完成 啊 就是這個 我今天的這個 底標 二十趟 這樣 啊 目前是在長春路麥當勞這邊 但這邊我講老實話 我除了這個麥當勞之外 齁 我不熟 我不是很熟 齁 所以我可能在這邊 等個五分鐘 齁 等五分鐘看看有沒有麥當勞單齁 沒有的話 我就 趕快再往老地方前進齁 這樣 因為松江路還是離老地方近了 又或者是我會往這個 呃 呃 那個北科大 北科大那邊前進 這樣 反正看看 齁 看看狀況怎麼樣 因為我這邊 這個區域我不太熟齁 應該講說景州街那一塊 我沒有把系統養好 齁 所以 按照我之前的經驗 我景州街那邊 不太容易有單 齁 不太容易有單 齁 好啦 那我就來等個五分鐘吧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長春路跟中山北路交叉口 剛剛送一單到這邊來齁這樣 那 呃 簡單來說就是我剛剛 就是在那個 長春路松江那邊 接到一張麥當勞之後 馬上又接到一張Burger King 然後就送過來了 那我現在離老地方非常的非常的近齁 所以現在我會往老地方去齁 這樣 現在是7點43分 目前我才送12趟 我還插8趟 齁 我還插8趟這樣 那我會往老地方去 看看老地方那邊有沒有單齁 這樣子 好啦 希望有單啦 好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這個 南京西路齁 這個 呃 老地方旁邊齁 這樣 那 我現在是 呃 14趟行程齁 那8點25分 那我是打算等到9點齁這樣 應該是在這附近照一照啦 啊 今天要完成20趟可能不太可能啦 那 我就至少完成15趟吧 呵呵呵 輕量輕量 那剛剛碰到一位 也是腳踏車帳號的這個 朋友來跟我聊聊天這樣 那 他其實是e-quick的那台車 齁 那剛剛在跟他閒聊一下他有覺得最近 腳踏車帳號齁 有比較好跑 齁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就 努力努力啦 齁 盡量努力齁 齁 就讓這個UBER系統齁 習慣就是 欸 腳踏車帳號也會跑得很好 然後比較願意把腳踏車這個 呃 就是單比較願意丟給腳踏車帳號齁 這樣子 好啦 那 呃 南溪這邊應該大概就這樣齁 那我想 繞到那個 金站去看看 那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明泉東路跟中山美路交叉口 那其實我剛剛呢 沒有等到單齁 齁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卡在14趟 齁 實在沒有辦法齁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把我卡在這邊 嘿嘿嘿 齁 齁 那 既然卡在這邊那就算了啦齁 那就下線吧 明天再努力努力這樣子齁 齁 不過齁 我是覺得我應該應該 要這個順其自然跑才對 要用順其自然的心情啦 就佛系跑啦齁 就給自己設一個低標20 欸 壓力都跑出來了 感覺就不太好 所以齁 我明天應該會讓我的心情重新齁 齁 就調整一下 齁 就順其自然就算了 這樣子 啊有跑到就跑到沒跑到就算齁 所以今天 今天的這個 給自己的壓力齁 齁 就算是一個給自己的挑戰齁 齁 失敗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 齁 這個 系統 沒有 呃 沒有全力幫忙 這樣子 齁 可能是因為今天點餐的少 或者是說今天這個司機比較多吧 我也不曉得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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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夠衝破十趟 那我覺得已經算可以了啦 系統還是有在後面默默的小小的偷偷的幫助 沒有大幫助也有小幫助 好啦那沒關係啦 那明天就繼續努力吧